下一個愛考的題型叫做滑輪 滑輪就是它的圓周有凹槽可以掛繩子 然後一個圓圈圈 然後把它弄 基本上有兩種 一個叫做動滑輪 一個叫做定滑輪 然後把兩個組合起來叫做所謂的滑輪組 好 那它也一樣 一般老師叫你的叫做槓桿的連續應用 但它也是一樣可以用功能原理去解決 我一拉 拉多少 上升多少 做功的 就等於會能變換 你就得到一樣的公式 好 這個叫做定滑輪 這個滑輪不會動 然後呢 所以你就看它圖上面畫的 中間是吃點 旁邊是半徑 然後左邊一個吃力 右邊一個抗力 這兩個 力比誰大 一樣大 一樣大 那會不會省力 不會 會不會廢力 不會 所以它就是利弊相同 所以這叫不省力 不廢力 不廢力 那幹嘛用它 因為我往下拉 它就會怎樣 往上升 因為人的動作上 往下拉比較簡單 比較容易做 所以呢 可以使用方便 可以使用方便 然後呢 再來 我左邊F 拉一個L 右邊少一個L 對不對 所以拉L 上升L 所以也不會怎樣 廢時 所以它不省力 不廢力 不省時也不 廢時 只能讓它講過 為什麼要這樣做 使用 方便 使用方便 使用方便 操作方便 因為我往下拉 就會往上升 升旗的旗桿就是這樣 不然的話 你人要爬到旗桿上 然後把它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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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上來 你下去掛一個定滑輪 在下面拉一拉 其實就升上去了 使用方便 使用方便 所以使用它的目的是為了使用方便 定滑輪 這個叫做動滑輪 這個滑輪會動 中間應該是支點 對不起 剛才講說右手邊 那個最右邊應該是支點 中間掛的重目是抗力 左邊是施力 就像圖上顯示的 你就發現施力比較怎樣 施力比較大 而且大兩倍 對不對 一個R 一個是2R 所以呢 施力只要一半就好 省力二分之一 供吸五十公斤重 我只要施力二十五公斤重 就可以把它舉起來 所以你的參考書就告訴你 等一下 等一下再講一次 就告訴你 一個動滑輪省力二分之一 這件事情是錯的 我等一下告訴你 錯的 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 但是 二分之一 OK 但是一個問題 就是你如果要讓它上升L W要上升L 左邊要少掉一個L 右邊也要怎樣 少掉一個L 所以你要拉多少 你要拉2L 你要拉2L 所以會怎樣 廢死 省力的會廢死 功能原理就是F乘以2L 等於W乘以2L 兩分之一 兩分之一 這樣子就知道 省力二分之一 OK 然後動滑輪 那如果把動滑輪跟定滑輪合在一起 就叫做所謂的滑輪組 圖上顯示的是台灣學生會碰到的最複雜滑輪組 就叫這樣 再複雜的就是 打FU泡在水裡面 多一個福利 多一個福利 就是台灣學生會碰到的最複雜滑輪組 因為這是台灣學生會碰到的最複雜滑輪組 所以你就被 啊 動滑輪審力 二分之一 也對啦 就審力二分之一 但是這個觀念是錯的 等一下要告訴你 所以呢 不是這樣子 不是動滑輪就省二分之一 是要數繩子 看有多少根繩子在拉 你才會知道他省力省多少 好 就主要有幾根繩子在掉 四根 有沒有 四根繩子 主要有四根繩子 主要有四根繩子在掉中物 所以一個人出多少的力 一個人出四分之一的力 省力四分之一 但是這個是 另外都是兩個動滑輪 沒錯 就是併在一起 然後動滑輪 然後呢 要讓他上升一公尺 每個人都要少一公尺 所以要拉幾公尺 要拉四公尺 他才會上升一公尺 OK 你說這樣才四分之一啊 兩個把二分之二分之一 兩個把二分之二分之一 就是四分之一嗎 啊不對勒 這種 這種滑輪組 台灣沒有 這種滑輪組 台灣沒有 但是會告訴你 不是一個動滑輪神 二分之一 來 來 這個 這個 甲竹 框起來 幾根 這樣就叫他 四根 所以一人出力 四分之一 要上升一公尺 每一根都要少一公尺 所以要拉四公尺 欸 兩個動滑輪啊 二分之一 再二分之一 就是四分之一嗎 正確啊 看右邊 這樣就覺得就叫他 就是老師說什麼 一誰受力嘛 二受嘛 接力嘛 三分之一 就是這樣嗎 框起來 有掉還框起來嗎 今天就叫他 五根 所以我只要出多少就好了 我只要出力 五分之一 上升一公尺 每一根都要少一公尺 所以我要拉幾公尺 我要拉五公尺 所以 參考書或者是你也補習班老師 告訴你說 一個動滑輪就省二分之一 這觀念是 錯的 不是看動滑輪看什麼 繩子 是屬繩子 看有幾根層掉它 不過我講過沒關係嘛 台灣的最複雜的滑輪圖就是 一個動滑輪加一個運滑輪 那就是二分之一 你這樣獅子的被人可以 但是我希望你有正確的觀念 不是屬滑輪有幾個 是屬繩子有幾根 才知道他會審立有多少 就是滑輪組的問題 OK嗎 OK